关注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 总统选战既是政见对决 又是一场比拼传播力的真人秀 如果候选人本身就善于制造话题 或者带有鲜明的种族、性别、履历标签 那么选战的作秀色彩会进一步放大 2024年的这场美国总统选战就是如此 先说共和党阵营 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落败之后强势归来 毫无悬念地拿下党内初选 他身上背负的多宗刑事诉讼 7月13日那起未遂的暗杀事件 包括他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都在一段时间里占据了美国报章和社交媒体的头条 民主党方面同样不遑多让 志在连任的拜登总统因为年龄和健康问题 初期选情不甚理想 他在7月21日宣布退选 转为支持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60岁的哈里斯是检察官出身 有亚买家和印度血统 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候选人 这些标签都增加了他的话题性 从8月下旬民主党全国大会闭幕开始 特朗普和哈里斯就进入了正面交锋阶段 双方都以激烈的言辞拼命攻击对手 吸引目标选民 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10月 唇枪舌剑的口水战 看着固然十分过瘾 但它也会遮蔽另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对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论战 包括论战背后的政治极化 身份政治等现象当然会很好奇 但你可能更想知道 这两个人中的胜利者 会不会改变美国目前的对华关税政策 美国在中东乌克兰和西太平洋的外交路线 会不会出现调整 这些政见立场是会影响美元汇率 美股行情乃至全球市场的 他们顺着漫长的资本和产业链 最终会传导到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身边 作用到许多人的投资收益 职业规划乃至求学 出游计划上需要格外重视 下面我将从两位候选人的政策承诺出发 为你分析他们的立场差异 先来看特朗普开出的政策清单 我把它概括为五个不变 一个变一个存疑 这里的变和不变 是相对于2016-2020年 特朗普在任时的政策说的 不变的是加征关税 严控移民 削减国内税 扶持能源产业 和进一步调整外交 变的是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态度 存疑的则是美联储的前景 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内 对华贸易战是他挥舞的一根政策大棒 这项政策也被拜登政府延续下来 而在2024年 特朗普并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他甚至打算扩大贸易战的范围 把矛头指向欧盟 特朗普表示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年度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 这主要是因为欧盟不愿进口美国的汽车等工业制品 也不肯购买美国的牛肉 大豆等农产品 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 会立即对欧盟商品加征至少10%的关税 以寻求所谓的经济公平性 在对华贸易问题上 特朗普没有开出新清单 不过他宣称60到100%的新关税是合理的 访谈特朗普的记者格林还提醒我说 2017至2020年主持对华贸易战的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目前依然是特朗普的重要智囊 两人过从甚密 如果特朗普如愿赢得大选 莱特希泽极有可能再度入阁 甚至出任举足轻重的财政部长一职 在彭博商业周刊的专访中 特朗普多次提及19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麦金来 他盛赞麦金来是关税之王 让美国真正变得富裕了 历史上的麦金来都做过什么呢 除了大幅提高进口原材料的关税 他还力主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 让企业家和产业工人都能维持高收入 这就和特朗普的第二个不变挂上了钩 特朗普宣称 他会继续推动美国制造业 向本土回流 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要对移民施加更严格的限制 因为在特朗普看来 外来移民对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是最重要的因素 本土蓝领的就业岗位 就是被移民夺走的 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特朗普还专门向黑人选民喊话 表示他要帮助美国黑人 免受非法移民的伤害 10月初的美国民调显示 有20%的美国男性黑人 愿意支持特朗普 可见这番喊话是有及时效果的 你稍微一想 就会发现 不管是对进口商品加税 还是在本土就业市场实施保护主义 都是有成本的 加征进口税 意味着普通美国人买到的外国商品会涨价 目前的通胀数据会进一步恶化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 假如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全部兑现 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均生活开支会上涨1700美元 雇用工资更高的本地蓝领工人 则会让美国企业背上额外的薪资包袱 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特朗普的回答是另外两个不便 虚减国内税收的承诺不便 增产本土页岩油的承诺不便 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内 美国国会通过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 企业平均税率从35%降到了21% 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纳税人 也获得了超过30%的税收减免 这对社会投资和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刺激 特朗普承诺一旦他再度当选 对内减税会再度提上日程 长期目标是把企业税率降到15% 至于扶持本土页岩油产业 他也和这个问题有关 特朗普认为页岩油是液体黄金 只要美国自身能生产越来越多的石油 再提升精炼能力 他就能把本土的汽油价格打下来 立竿见影地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上面说的四个不便 除了关税政策以外 涉及的主要是美国内政 而这第五个不便指向的是外交 例如早在2018年 特朗普就宣称他要让美国退出北约 在乌克兰问题中东问题和西太平洋安全上 特朗普也主张让盟友多分担成本 他自己更乐意践行首脑外交 以商业谈判的模式在重点问题上为美国争取利益 2024年的特朗普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 他告诉格林自己不喜欢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台湾问题看法也很冷淡 虽然特朗普在专访中没有展开论述他的外交立场 但外界已经做出了合理推断 特朗普的变表现在他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看法上 2019年之前 特朗普是大半个硅谷的死对头 Meta公司董事长扎克伯格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曾在许多场合与特朗普展开过口水战 不过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 硅谷阵营的立场出现了分化 苹果公司在2019年率先宣布 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德州建立生产园区 此后特朗普对苹果CEO库克的态度逐渐变得和缓 今年6月13日 他还私下会见了库克率领的美国商界游说团 在专访中 特朗普也反复强调 他不是硅谷科技企业的敌人 他愿意放松监管 而不是推动永无休止的反垄断调查 特朗普甚至表示 为了和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形成竞争 他考虑在当选后解禁TikTok 这项承诺有多大可信度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特朗普在选战期间 公开为美国本土加密货币企业站台 却是不争的事实 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友谊 就与加密货币产业有关 除了这些变与不变 特朗普还有一块政策立场暂时存疑 那就是他对美联储的态度 前面分析的许多议题 比如加征关税 对内减税 制造业回流 都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 给美元汇率和银行利率造成压力 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是2018年上任的 他的高利率政策 曾经饱受特朗普的诟病 今年1月 华尔街日报爆料称 特朗普团队正在考虑 一旦赢得大选 就迫使鲍威尔辞职 并限制美联储的独立性 推动美元渐进贬值 不过在6月下旬的专访里 特朗普亲口否认了这则留言 他承诺会让鲍威尔继续任职 到2026年届满 美联储在9月18日宣布降息 看上去也暗合特朗普的主张 不过特朗普在专访中 鼓吹要让低税率和低利率同时存在 这无疑会增加鲍威尔的工作难度 另外特朗普还表示 他已经从华尔街网罗了一批金融内行 作为自己的政策顾问 其中有摩根大通集团CEO杰米戴蒙 有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还有凯雷集团前联席CEO杨金 这三人都是相当热门的入阁人选 他们的立场也会影响 特朗普和美联储的关系 再来看看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 10月1日出版的彭博商业周刊 封面人物就是哈里斯 但他的大标题却有些晦涩 叫定义哈里斯 约书亚格林撰写了封面文章的第一篇 他向我解释说 哈里斯目前的人设比较清晰 但他的政策偏好却很难揣摩 为什么不容易揣摩呢 因为他变脸变得太快了 21世纪初 哈里斯之所以能以检察官的身份 在美国加州政坛崛起 靠的是走平民主义路线 那时候哈里斯重拳出击 打击暴力犯罪 支持大学生起诉收费昂贵 教学质量低下的学校 还帮助次贷危机中的破产者 从违规放贷的银行 拿到了巨额补偿金 这些行动为他争取到了低收入群体 和中小企业主的好感 但也让他背上了大企业狙击手的标签 2021年就任副总统之后 哈里斯继续以美国中产阶级的保护者自居 不管是在减免学生贷款的问题上 还是针对微软 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中 他的立场都是亲消费者 亲个人疏远大企业 在9月10日和特朗普的辩论中 哈里斯公开表示 他希望为美国有孩家庭减免更多税收 上调出创企业的免税额度 并给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哈里斯管这种模式叫机会经济 他宣称只有这样做 美国才能孵化出更多中产阶级 问题是平民主义也好 机会经济也罢 都属于剑走偏锋的策略 当哈里斯成为整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时 他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稳住自己的基本盘 还要争取中间力量 尤其是贡献巨额税机的大企业 因此2024年的哈里斯 不得不主动向中间派靠拢 发表了许多自我否定的言论 过去他支持全民医保 呼吁停止开采业盐油 也不认为非法移民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他公开赞成严控美墨边境 减少谈论环保议题 还支持拜登政府阻止日本公司 收购美国钢铁集团 这种转向多少带有机会主义色彩 但的确收获了正面反馈 9月6日 88位美国商界领袖 发表联名公开信 表态支持哈里斯 他们中有领英联合创始人霍夫曼 还有媒体巨头 美国广播公司老板巴里迪勒 公开信里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玩味 他说哈里斯是pro business 轻商界的 这显然是为了洗刷 大企业狙击手的旧印象 不过哈里斯变脸太快 也让许多普通选民有点摸不着头脑 9月8日 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有66%的中间派选民迫切希望了解 哈里斯到底能开出什么样的政策清单 但哈里斯本人却拒绝在媒体面前 像特朗普一样直接输出 他一直在回避问题 彭博商业周刊认为 哈里斯的出发点可能是少说少错 他希望凝聚反特朗普阵营的共识 避免因为太过直接的政策承诺 得罪特定利益群体 不过格林 布雷斯劳等美国记者 还是根据哈里斯最近三个月的零星发言 把他的政策偏好梳理了出来 先说外交 在野的特朗普对这个问题谈得少 在朝的哈里斯因为身份关系 发言比较多 他支持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火援助 在中东问题上也力挺以色列 但他呼吁以色列政府 尽快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 结束目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哈里斯没有明确提及中国 但他的竞选网站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自己不能容忍任何竞争对手 做出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彭博商业周刊认为 哈里斯在外交上会延续拜登的路线 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坐急转弯 他的竞选网站上对贸易问题的表态 只是笼统的说法 一旦当选随时可能做出微调 接下来说经济 2024年的美国面临一个奇特的困境 虽然股市行情屡创新高 失业率也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但多数选民对经济形势并不满意 这当中最大的麻烦是通胀 纽约投资分析师特伦纳利用食品 能源 住房 衣物 水电 保险六项统计数据 构建了一个美国普通人通胀指数 据他计算 在拜登执政的前40个月里 普通人通胀指数有34个月 高过政府公布的官方通胀率 美国鸡蛋的平均价格 从2021年到2024年上涨了44% 汽油上涨了16% 虽然拜登政府通过今年夏天的调控 已经降低了纸面通胀率 但选民还是希望知道 哈里斯会有什么新招 而哈里斯的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对富豪人群加税 为中低收入人群减负 哈里斯计划把企业税率 从21%上调到28% 但小企业可以获得单独的减税额度 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阶层 需要额外缴纳收益税 中产以上人群的医疗保险税也要上调 据哈里斯估算 这番操作下来 美国政府可以在10年时间里 获得5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这笔钱刚好可以拿来 抵冲低收入群体的减税开支 为他们修建更多住房 并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 他甚至承诺 如果房屋租赁公司 蓄一台高租金或者制药企业 大幅上调普通处方药的价格 政府有权对其进行调查并罚款 这些都是饱受通胀困扰的美国普通选民的刚需 当然为了避免被说成是劫富济贫 哈里斯也宽泛地承诺 美国经济和股市会保持强劲 企业的德大于失 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虽然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经济蓝图里 都有减税这一项 但受益群体显然很不一样 特朗普偏向的是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 哈里斯则更照顾中低收入群体和小企业 从这一点上说 虽然哈里斯反复变脸 但毕竟不改中产阶级保护者和大企业狙击手的底色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 无论哪位候选人获胜 实行哪一版经济政策 美国未来的联邦赤字和政府债务都会继续增加 据纽约时报财经记者唐克斯利估算 特朗普的经济承诺 会在未来十年给美国带来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 因为税率大幅下调了 哈里斯的版本则是3万多亿美元 因为高龄人群的保障支出还在增加 这样看来 两位候选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奇招 都是在不遗余力地争取潜在支持者 如果哈里斯成功当选 不需要再遮遮掩掩 那他重新变脸 开出新的政策清单 似乎也不是小概率事件 最后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新趋势 历来都是民主党票仓的硅谷企业家 在2024年迎来了一场大分裂 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 金融新贵 不仅帮助特朗普筹款 还在社交平台上为他摇旗呐喊 这是美国选举史上的新现象 看似突如其来的友谊 背后的玄机何在 我们能直观想到的 当然是政策吸引力的差别 前面说过 特朗普承诺要给企业减税 要减少金融监管 要扶持加密货币产业 这对硅谷新贵们无疑是利好消息 相比之下 哈里斯要给富豪人群 尤其是净资产一路上涨的新生代大亨们加税 拜登政府形形色色的反垄断调查 针对的主要也是硅谷科技公司 反响自然不会太好 不过 与其说是特朗普选择了硅谷新贵 倒不如说是硅谷新贵们看中了他 给特朗普站台最积极的首推马斯克 大西洋月刊资深撰稿人富兰克林福尔 在10月1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马斯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文章指出 马斯克的终极愿景 是把自己的工程师身份 自己正在关注的新科技 以及最具效率的财富生成方式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半企业 半政府的庞然大物 统治美国人的生活 哈里斯和民主党人 不可能接受这个愿景 因为创造巨额财富 并不是传统类型的政府关注的唯一目标 但特朗普能理解马斯克的心理 因为特朗普从来都不认为 政府和企业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他强调效率 强调成本至上 强调说一不二的权威 这恰好也是马斯克的偏好 双方不谋而合 在这段友谊中 马斯克可以提供影响力和竞选资金 特朗普的筹码 则是潜在的政府订单 以及让马斯克介入高层决策的机会 双方的合作既是因为价值观一致 也有厚利可图 你知道是谁最早把马斯克引荐给了特朗普吗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硅谷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 蒂尔的净资产超过110亿美元 他既是马斯克在PayPal的创业伙伴 又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 还是第一位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企业家 蒂尔和马斯克一样 看中最极端的效率 在他眼中 硅谷初创企业是效率的典型代表 美国传统的议会 媒体和社团则是低效的同意词 蒂尔认为权力掌握在最有智慧的人手中 才是最佳状态 分权和制衡都是累赘 这个最有智慧的人 当然就是蒂尔本人 特朗普则是可以借重的工具人 这套逻辑不仅吸引了马斯克 还把一大批硅谷精英 和华尔街风险投资家 网罗到了旗下 这些人相信美国政治需要一场颠覆 而颠覆在硅谷初创企业 是相当常见的事情 他们不会在意 初创企业失败 受损的只是投资人和创始团队的利益 而政治失控会伤害更多人 彭博商业周刊的资深记者扎夫金说 在2024年全球市值排名前50位的公司里 科技企业和他们的股东 共献了51%的财富 蒂尔和马斯克在美国并不是个例 他们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趋势 只不过 归古新贵们的这项政治风投 是否能获得收益 还得看11月5日 美国大选的投票结果 以及随后的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